黄花儿闺女啊 卖身救妇啊 一百个大洋 大家过来看看 一百个大洋啊 这闺女她爹病了 为了救她的老妇啊 救一百块大洋卖身了 这闺女啊 会种地 会烧饭 会洗衣 什么活都会干哪 这一百大洋可能高了一点啊 那就五十块了 怎么样 先生 五十块啊 三十块你卖完 三十 自己都养活不起了 这位先生 您看您那就是有钱人 帮帮忙吧 这闺女啊 你让她干什么活都能干哪 帮帮忙 怎么样 多少钱 就五十块吧 好 你数一下 我都不用数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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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的啊 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是她的人了 知道不 去吧 去吧 真不错啊 去呀 去呀 快去呀 快去呀 快去吧 快去吧 去呀 去呀 诸回乡下 安顿好了生病的父亲 就寻找她的救命配人吧 等一下啊 谁呀 姑娘 你是 邱先生 我是喜猪 我想起来了 你这一收拾啊 变化还挺大 我差一点认不出了 邱先生 谢谢你那天帮了我 没事 没事 来 进来说话 好 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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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爹 他叫喜猪 不是上回跟您说过吗 他没钱 卖身旧父 他给父亲送钱治病以后啊 感谢咱来了 邱先生 我是来伺候您的 哎 姑娘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我上次出钱买你的 不是买你的人 我是想帮助你 让你给父亲治病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懂 可我就是想报答您 爹 你跟他说 怎么回事 啥子还回事 孩子 你的情 我们邱家领了 你 还是回去吧 伯父 我是来报恩的 我就是想伺候邱先生一辈子 给他当丫头 我会听话的 你 不是 你伺候我干啥呀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你是我的恩人 我就想报答你 这 爹 我看他也挺可怜的 就让他留下吧 就把我留下吧 好吧 正好酒店里边缺人手 你就先到酒店里边开火吧 好的好的 谢谢大伯 好的好的 谢谢大伯 来 酒店里边缺人手